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城市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食丸 才是花花糖巧克力2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食丸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比如像这个兔子,这是蝴蝶 然后这是一杯饮料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好玩的材料包 哇,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包 首先这是四种颜色的糖果 然后是非常美味的巧克力 还有小熊的夹子,好可爱啊 这是摆放猪猪的模具 这次我们又来做什么呢? 这是冰淇淋,还有饮料 看起来好好玩啊 那首先,让我们把四种颜色的糖果 倒到这个四方格的盒子里 黄色的 粉红色的 然后是绿色的 还有蓝色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好看啊 接下来我们要把模具 还有这个纸板夹到一起 那这样子,我们只要按照图案上面的颜色 选择不同颜色的猪猪就可以了 这是小熊的夹子 非常的可爱 首先是粉红色的 大家看 冰淇淋还有饮料果汁的 这个模具就做好了 那我们首先要放到冰箱里面 冷冻十分钟 那一边冷冻 让我们一边来把巧克力融化 融化之前呢 我们先把巧克力弄碎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融化哦 这是美味的巧克力 巧克力加热好了 这里面还有没融化的巧克力 我们用勺子 把它充分的搅匀 那搅到这个糊状的状态 就刚刚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充满模具吧 我们要来做美味的彩色巧克力棒 那我们都吃过很多现成的巧克力 那这次是我们亲手制作 看起来非常的有意义哦 先把巧克力涂满四周 再把巧克力轻轻的 加到彩色糖果上面 加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巧克力棒 放到巧克力的中间 然后再把剩下的巧克力 往上面加 那这样子我们的巧克力棒就快又做好了 接下来又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一个小时以上 大家看 我们的彩色巧克力棒就做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做得怎么样呢 边边上有一些巧克力 沾到了彩色的糖果表面 那没关系 让我们拿下来看一下 这样轻轻的一按 巧克力就掉出来了 这是果汁饮料的 然后这个是冰淇淋的 看起来还不错呢 那你们觉得 橙子哥哥做得怎么样呢 那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个经验 那加完糖果之后 加巧克力的时候 可以先把巧克力轻轻的往糖果上面覆盖 然后呢 先去冷藏 冷藏完之后呢 再把剩下的巧克力加满 这样子巧克力就不会溢到表面了 让我们赶紧来尝一下 这一次的味道怎么样 车下去的时候 糖果脆脆的 那咬的时候呢 里面会发出 叭巴叭巴的声音 这些糖果的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巧克力非常的美味 那你们也可以自己亲手 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巧克力棒 那更多更好玩的日本食玩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